也有些不同的板块就跑出 昨天就轮到航运股 昨天就轮到航运股 好像1919的中远海控 昨天升了整个1成1 太平洋航运都升了9% 东方海外、中远海能、中远海法 这些都升了4%至6% 如果你说消息面方面有什么利好呢? 大家就说 波罗的海的干散货指数BDI 就连跌10日之后有反弹 还有就是货柜商 供不认求之下 看到货柜的价格其实就飙升 运费上升 有个物流咨询公司的数据就说 世界集装商的运价指数 升到2011年有纪录以来最高 这些航运股好像挺好 现在终于发力之后 有没有得跟进呢? 当然啦 其实本身大家对这个板块 看好都不是今次今日才来 才看好的事 虽然昨天说很多只叫破顶 或者1919叫再破顶 但如果看股价 大家看1919都知道 其实长期升了很久 是 所以其实整个运价的上升 不论你说是BDI 就是干产货那边也好 又或者是集装商 如果内地看镜 内地集装商运价指数也好 其实两者仍是处于高位的 所以本身都因为 真的需求性有在 而令到运价上升了很多 而且很有趣就是 譬如你以航运业来计算 始终要考虑 除了有需求 令到运价升之外 也要考虑运船 而很多航运企业 因为过去这一两年 譬如你疫情可化了 前几年因为经济很不一样 他们很多船当时是因为 限制了在那里 而他们选择去报废 就是逐点说 就是打破它 整个船 但是反过来 就是你整个船 不是说你今时今日 立即有需求 立即一架船出回来 要有时间去整个船 所以如果暂时的运价上说 其实是挺公不应求的 所以形成运价战 就扯得更加之劲 所以如果以整个航运股来说 为什么过去这几个月 来计会这么大的升幅 其实当然也有关与这因素 而这些公不应求情况 甚至乎需求性 慢慢回落也好 起码那些航都预期 有机会先延续第三季 所以如果以这样对应的话 自然整个航运板块 一定会偏强的 但是我想也是那句 坚硬高追就不太建议 譬如你看1919、19、18年 见多图也是 虽然昨天就一棍升穿了顶 但是你对上那个月 其实曾经都试过做一些 一些整固或调整回肚 所以我想很多时候 都是抠回这些东西的回肚之后 才会再骂 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当然 如果本身有货底的 我觉得个小型那么漂亮 当然不妨继续持住